三向五线的380伏电源 有三根火线 一根零线 然后还有一根D线 这边连接 这个是气源 这直接插上去 插上去之后来调节气压 把这个气压爬往上提 提的话可以调整到一般 我们调到5.5 设备有AB两个尿筒 这是A筒上面有标示的 这个是B尿筒 这个是进尿壳 通过管路连接到外部的原料桶 通过真空可以往里面吸尿 这个就是真空管路 通过管路连接到真空泵 可以对里面进行真空拖泡 真空的时候真空表会显示 当前的真空度 这个是干燥剂 这比两个桶都有 我们空气要进到干燥剂 才会进到桶的内部 本身它有一个吸槽的功能 A桶是在电动搅拌的 这个就是我们清洗用的清洗桶 我们要加清洗液的时候 先要把进气阀关闭 然后把排气阀打开 把里面的高压气体把它放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 把这个阀打开 然后我们就把清洗剂就往里面加 一般加到大概三分之二的样子就可以了 加完之后 就按刚才的那个流程 反过来 先把这个关起来 把盖子盖上 排气阀完毕 进气阀打开 里面就产生高压 这个就是加清洗剂的这么一个过程 有什么不清楚的 回看这上面的介绍 机器的面板 首先是有一个按调速器 控制A桶的搅拌电机的 按钮按到1的时候 这个就打开 打开之后调节旋钮 转动了 这个转速的话 可以调节的 可以调快调慢 这里面这个轴里面的叶片都有在转动的 如果不用的时候 就直接把这个关掉就可以了 这个温控表 我们是需要在那个系统里面把它打开的 比如说温控A 我们把这个温控先打开 这里它是一个A桶跟A管的一个温度 这个温度可以设置 我们现在是60度 比如说我们要设到50 通过直接通过这个上下键头就直接调就回了 调完之后 系统自动开始加温 加到50度到时候就会自动停掉 第一的话是一样的 首先把这个打开 温控移就开启 开启我们按照这个下键给它调 调到40 你看这个到了温度之后它就开始停了 如果它停止加热 我们就把这个关掉就回了 那这几个操作按钮 这个是电源的 现在打开状态 关的时候直接往这边扭一下就关掉了 机器操作之前要先按下启动按钮 这个报警呢 就是说机器有故障的时候呢 机器会报警的风鸣器会发出声音 如果说我们有紧急停止的时候呢 这里有个机停 会紧急停止的 但是停完之后 我们要把它扭开 不然的话它卡到那里了 以后就操作不了了 这个清洗键呢 是用清洗用的 我们按一下呢 设备那边就开始清洗 这个温焦的设备启动之后 再按一下就可以开始出焦 这就是一个操作面板 这是操作手柄 有两个键的 上面是一个清洗键 下面是一个塑胶的按钮 这两个按钮跟面板上的这两个按钮 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要手动清洗的时候 我们就只需要按一下这个红色的按钮 这边就开始自动清洗 塑胶的时候呢 我们就按一下下面这个 这边就开始塑胶 我们要放这个分合管 首先把外面这个顶掉 顶掉把这个管取出来 如果说不要的话 就重新拿一只新的 然后先把这个套上去 把这个锁紧 这个跟方用废话管 这个很简单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设备的 两个技能棒 这个呢是A棒 要从下面一个球阀 这个下料阀要打开 打开之后这个原料才能下得来 不然的话你这个下料阀不打开 这个原料下不来 我们是用不了的 是一个排料划 就是我们要把原料 多余的原料排出去 就把这个划打开 会往外把它排掉 经过下料管 我们通过控制棒 从这个A管 输送到那个出销头 然后这个呢就是B棒 也是下料管过来的 同样的那个划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把它打开 这个呢就是一个清洗的电池划 这个是吹气的一个电池划 如果说我们清洗吹气 如果说有异常 可能是这两个电池划有问题 那这个就是可以测试一下 这里有个调腰 调腰调节的压力 主要是针对清洗罐的 一般我们是在0.2兆化 这个我们出厂一般调好的 后期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去调整 这个呢是一个 我们打料的一个电池划 我们打料的时候 就要自动控制我们气缸的开闭 相当于是一个控制一个开关 这里面呢就是一个电控箱 这个来控制A电机的A伺服器 这个是B伺服器的 我们所谓的程序呢 就都在这个PC当中 这个是静电的一个热电开关 这个是固态继电器 我们用于加温用的 这个是一个直流电源 我们把交流220V的电池 24V的直流 这个是一个滤波用的